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2月26日 热刺判取列斯莲 周六晚上 英超友好戏上演 届时热刺客场挑战列斯莲 虽然热刺过去两轮仅取得一胜一负的战绩 并不理想 但相比目前正遭遇三连败打击的列斯莲来说 百百合的近况 无疑要更胜一筹 并且他们最近一次和后者交手摘下胜果 此番球员心理战得上风的热刺值得看高一线 列斯莲本赛季表现退步明显 目前25轮踢完 球队紧录得5胜8和12负的战绩 居于联赛下游 由于距离降班区的领先优势并不大 因而球队现实的形势并不乐观 自1月下旬以来 白玫瑰便遭遇一胜难球的境地 过去五轮联赛仅取得一和四负的劣迹 状态相当糟糕 而后防形同虚设则是球队陷入困境的关键原因 近三战除了全部吞下败果之外 期间失球总数更是高达13球之多 单场至少失三球 防守端守不住 进攻端也毫无亮点可言 哪怕金铺坐镇主场 列斯连也难逃沦陷命运 阵容方面 后卫利安 古巴和迪亚高 罗兰迪等人应伤缺阵 另一边乡 热刺近矿亦不尽人意 前轮凭借迪赞 古路斯夫斯基和哈利 卡尼等人的出色表现 他们带领球队将领头羊曼城斩落马下 但上轮面对保祖队伍班尼 却抱冷被对手凌风击败 这样的战果令白白和被外界贴上了杰富济贫的标签 由于输给班尼打击不小 因而干得已经萌生退役 球队目前急需反弹 需要一场胜利来重振军心 利好的是 热刺曾在本赛季首循环里击败过列斯连 而且自2002年以来 热刺赢下了与之八次联赛交锋中的六次 胜率高达7成5 球员心里要占据上风 更何况白玫瑰境况相当低迷 因而热刺此行有望凯旋而归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